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婚后丈夫被征服边塞 一去实在无音信 淳朴的莫愁把精神寄托在扶贫寄难的善行之中 深受邻里称颂 但遭公共的反对 莫愁因不堪诬陷凌辱 投石城湖而死 以示反抗 父老乡亲无不痛惜怀念 故更名石城湖为莫愁湖 梁武帝萧衍在健康称帝前 曾撰写过一首《河中之水歌》来叙述莫愁女的故事 传说莫愁女的故居坐落在莫愁湖畔的玉金堂附近 如今 玉金堂成了莫愁女的纪念馆 堂前的荷花池内 莫愁女发际高婉 肃群垂地 手跨桑蓝 亭亭玉立 塑像根据《河中之水歌》中 十次踩桑南墨头的一镜而成 方池四周 驱廊 赏河亭 四方亭等建筑 相闲相生 显得格外雅致 莫愁湖是金陵圣迹 为明代古典园林之一 园内楼宣 亭泻 错列有致 低暗垂柳 海棠相见 湖面河连飘香 鱼鹰在碧波淋漓的湖面荡漾 风光如诗如画 华檐庵 光华庭 湖心庭 水泻 曲静回廊 掩映在山石松竹 花木绿荫 暗听柳烟之中 清代时以莫愁烟语 曾列为金陵四十八景之首 太平天国后 两江总督曾国藩 在此筑楼建庭 广直联合 由此联合成了莫愁湖一大景观 每逢盛夏 莲花盛开 翠盖红花 香风阵阵 恍若绝代的林波仙子 除污泥而不染 莫愁湖之瑰丽秀色和美妙传说 令文人莫克为之倾导 留下了许多筷子人口的诗文 明朝剧作家汤贤祖父诗 石城湖上美人居 花叶深歌春恨短 清朝的大书画家郑坂乔赞曰 《湖柳如烟 湖云似梦 湖浪浓如酒》 清代的著名诗人袁梅 则将莫愁湖与杭州的西湖相媲美 欲将西子西湖比 南向烟波便是非 但觉西湖输一招 江翻云外拍天飞 莫愁湖之景天生丽智 又有历史增添的凝重之笔 莫愁湖盼的粤军将士公墓 是国民革命的史记 安葬着与企图复辟帝制的张勋率领的辫子军 英勇作战中阵亡的粤军将士 《碑塔正念》嵌入孙中山先生提写的《建国成人史碑》 记载了粤军以少胜多的功绩和殉难劣势誓死如归的崇高品质 莫愁湖于《纤细精巧》中显示出诗句般典雅和含蓄 它的文明瑕尔在于清秀的自然风光 在于湖边辅饰即逝的古迹和名胜 而文人默刻的千古文章和书法绘画 又使莫愁湖愈加深辉名扬天下